乌军遭遇重大挫败 纽约镇丢了 红军村现在也危在旦夕 突进库尔斯克并没有违未救赵的作用发挥出来 乌克兰的危机实在加重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纽约镇和红军村地区 这两个地区是乌冬的两个要塞 不久前纽约镇失手了 那乌军就损失了近万的精锐部队 现在红军村这边可也有点悬了 红军村是乌冬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塞枢纽地区 如果失去红军村的话 将危及整个乌军的东部防线 俄军就有可能夺取完整的顿涅斯克州 俄军大部队已经逼近红军村大约十公里左右了 而且部分地区已经突进到了五公里左右的范围之内 而乌军如此被动的原因 他主要两个缺人缺物资弹药 乌军前线指飞官就爆料说 说新兵的素质太低 因为现在乌军这边兵源匮乏 补充上来的大部分都是新兵 这些新兵经常是放弃阵地 上个月红军村地区 普罗赫斯村的失线 就是新兵造成防线损失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乌军第31旅的部队 在协调不力的情况下 就离开了阵地 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的地方在上演 乌克兰第47旅的一位营长说 说这些新兵的年龄 说是叫新兵 他年龄都偏大 而且没有经过什么训练 战斗意志和军事素质都非常的低 有些新兵他就不想开枪 或者他不敢开枪 更无法完成战术上的配合 还有些新兵对上级的作战计划缺乏信心 经常是擅自开小刹 这其实就反映出 乌克兰的战争资源出现了匮乏 尤其是兵源方面 我们在电影中经常会看到现代战争 就是像美国那样 用各种先进的战机 导弹去炸对手 炸的是刀光火影的 非常的壮观 你按一个电油 炸出了强弩灰飞烟灭的味道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被各种宣传 脑子给固化出来的印象 而且你要真是这么打 美国他有绝对优势的时候 那确实可以打成这样 但是你要讲到占领那就要拼人命了 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残酷 这有人说呀 俄乌把仗打成了二战 打着打着吧 现在又给打成了一战 打成了这个一战的这个豪沟战了 其实呢 这个才是战争的真实的样子 乌军这边呢 还缺乏重武器和足够的弹药 你比如说 美国援助的几十辆M1A1坦克 这数量相对于这么大的一个战场 本身就不够了 一开始呢 把这M1A1吹的是很神奇 但是真打起来呢 它也不是那么回事 在这种高烈度的作战之中 这一点数量远远不够 现在被打的也就不足二十辆了 而最致命的事情呢 是乌克兰缺乏弹药 尤其是大口径的炮弹 一个呢 是西方这边的供应啊 供应不上 第二一个呢 就是运输跟不上 因为乌军的后勤保障呢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了 乌军突袭库尔斯克成功了 他的目的之一呢 就是要唯位救赵 减少乌冬主战线上的这种压力 但是呢 在实力相差悬殊的时候啊 你任何好的战术 任何招数 它都会被碾压 至少到目前为止 唯位救赵的这个目的 并没有达到 现在我们就看 在库尔斯克和乌军的主战场上 这有意思啊 这俄乌双方就出现了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这个局面 到那时啊 库尔斯克呢 这边是伤不到俄罗斯的大局 但乌冬战场 却能够伤到乌军的根本 在库尔斯克里面吗 在库尔斯克里面